水客杯搖啊搖 挑出一杯珍珠奶茶 一口喝下Q彈珍珠 配上香醇奶茶 这一味在台湾可是人手一杯 现在更近距日本 攻占东京饮料市场 十二期大陆市场 反而进攻日本高端饮食界 装潢饮料都原汁原味复制台湾 果然在日本造成轰动 像是在台湾热卖的珍珠奶茶 日本同样是销售第一名 还有爱玉柠檬绿茶和红茶拿铁 也都是热销款 但是价格可不便宜 在日本小杯350cc 珍奶换算台币就要112元 爱玉柠檬绿茶红茶拿铁 也都要117元 整整比台湾价格贵上一杯 在推的状况 我们还是以台湾跟台湾的口味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做太多幅度的一个变动 但是那边比较受欢迎的 还是以珍珠奶茶跟奶茶类的居多 常常人聋一个接着一个 在店门口挤满人潮 这是2013年春水塘在海外的第一家分店 地点就选在日本代官山 短短两年一开就是五家 地点都选在日本的热闹市区 计划今年还要再开第六家分店 同样进去日本的 还有台湾的凤梨酥品牌为热山丘 第一家海外店也选在日本拓点 木条交错的特殊建筑外形 让他一袭爆红 在日本一颗凤梨酥要价近百元台币 照样热卖 打出特色和锁定客层 台湾胃也能抢占外国人的胃 是李梦章、黄金刚在台中的采访报道